念佛可言年 罗老爷开了门 原来是一位出家师父 他表示自己将要暂时寄居这里 罗老爷就将师父请到了屋里来 这时候忽然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 罗老爷一下子醒过来 才知道刚刚做了场梦 这一天大清早 罗夫人就生下了婴梅 罗婴梅长大以后 曾经参拜博言老人 后来又专心念佛 罗婴梅生来一直体弱多病 有一年秋天 他病得非常严重 正躺在床上心里想着 我这病怕是不会好喽 拖着这个病体在这世间能有什么作为呢 这时候空中忽然发出这样的声音 圣连居士 圣连居士 你的寿命还有十二年 怎么可以没有作为呢 非常奇妙的是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他的病马上就好了 因此他就称呼自己为圣连居士 当时同乡的人很少有人知道念佛 所以罗婴梅就首先提倡 在乡里建立了三四处的念佛社 因此念佛的风气大为兴盛 除了热心劝人念佛 罗婴梅也非常喜欢布施 不管是放生 死幼救灾 周姬 他都发心救护 十二年很快就要过去了 有一年的秋天 罗婴梅的病又发作了 乡人都非常的忧愁 怎么办 这罗居士的病又重了 看来是凶多吉少了 可是罗婴梅自己一点都不担心 一天夜晚 一位相貌庄严殊胜的神人 来到罗婴梅的梦里 告诉他说 圣连居士 你劝人修行净土法门 功德很大 现在你的寿命已经延长了 后来罗婴梅活到了七十一岁 岩寿延了十九年 当他欲知实质 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时候 留下了这几句话 七十一年脱着皮带 今日片下何等自在 一位相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十一年脱落